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呢 西班牙人为什么没有能够挖出那个秘密呢 我们就来讲这个故事 西班牙人 荷兰人都没有能够挖出来 这是何等幸运的事 那么西班牙人到台湾呢 是在1626年 为什么 因为1624年 荷兰人占据了台南 也就是大园 台南的时候呢 约了那个时候的汉人的商人 海上叫颜世奇他们一起到马尼拉去抢劫西班牙船 为什么要抢劫西班牙船 因为荷兰人正要从西班牙这个国家的统治下独立出来 所以荷兰跟西班牙正在打独立战争 那西班牙不生荷兰人的骚扰 决定去攻打大员 把荷兰赶跑 赶跑免得他如果占据的大员 恰恰好在从厦门到马尼拉之间的中间 所以很容易开船出去去在中间拦截抢劫 西班牙就派了一个远征军 派了两艘的克拉克大帆船 在率领12艘的中国的帆船 就中国式的帆船 比较小 大概每一艘只有他的四分之一 那样的中国式帆船跟他随行 那么总共带了200多个士兵 当然其他都是水手 当然大概200多个士兵 结果他到台南的时候发现说 哇 他们里面五六百人至少 那些士兵 而且他的大船比他们大多了 也就是他们的战斗力火力比他强大太多了 他知道打不赢 攻打不赢 所以他就绕开了台南的荷兰人 沿着东海岸北上 到达了北纬25度 然后看到一个夹角 我们上次讲过了 他很喜欢那个夹角 那个夹角也就是凯达格兰人住的地方 那他用那个军舰跟当时西班牙首都的名字来命名 叫他Santiago 那Santiago后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三叼角 我们上次有讲过 西班牙人当然不仅此于此 所以几天之后 他们就进入了基隆港 占领了色辽岛 就是今天的和平岛 而且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说 荷兰人的战舰也会来攻打他 因为他占据的是台湾的北部 而荷兰在南部 如果他们来攻打怎么办 所以开始设置城堡 炮台 建筑一个城堡 那命名叫做圣萨尔瓦多城 就是圣救世主的意思 同时他觉得这样子还不够 所以1628年的时候又把淡水供下来了 供下来之后也建了一个城堡 叫做圣多明尼戈城 那就是什么 就是今天的淡水鸿毛城 鸿毛城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么这两个城 两个城堡 就是淡水这个跟和平岛上的 这个圣萨尔瓦多城 就是西班牙在防守北台湾的 两个最重要的战略基地 就像一只钮的两只鸡脚 我就常常说 这一个是基隆 淡水 终于走到全球化 那个战争的封烟之中的开始 因为海权争霸 这两个城市就终究要在 成为一个必争之地 一个关键性的港口 当然西班牙人对台湾的经营 也跟他的文化一样 他不会只是侵战 他想要长居 久居 所以他们在基隆设了学校 这个学校来收容平谱族跟汉人 教授什么呢 教授天主教的神学 哲学跟科学 他其实想要教育这些在地的人 是他们的文化 其实西班牙人到了日本 或者说葡萄牙人 到了日本 他们也都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在那里 去传授天主教的文化 然后包括神学哲学 而且有很多天主教的信徒 那么当时的西班牙人 在淡水大概两百个人 而基隆大概三百个人 基隆就作为中国大陆 跟马尼拉的转口贸易中心 最全盛的时候 他的货物的那种 再货的西班牙船 有二十二艘 可以同时进去基隆港 好玩的是西班牙人还编什么 编凯达格兰祖的语言 当作教学的用的 西班牙人很喜欢学语言 或者编语言的词语集 来做为什么 来做西班牙人自己学 但同时在地的人 也可以学西班牙语 所以在二十一世纪初 曾经有中研院的学者 在菲律宾发现了一本 他们俗书馆发现了一本 西班牙语跟闽南语 对异的词典 很有意思 那个词典是早期 就是十七世纪的时候 闽南人到菲律宾去经商的时候 所使用的这种学习西班牙语的词典 因此你就看到了 那个时候 你这本词典很好玩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的闽南人 就是现在的台语 台语当时是怎么讲的 而如果对应成西班牙语怎么讲 那西班牙语的发音呢 也全部用台语来注音的 所以你如果用国语去发音的话 你根本发不出那个西班牙语的语音 这真的是很妙的一件事情 很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对凯达格兰人居然会恐惧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生过好几次的对战的事情 那因为他们才两百个三百个人而已 所以他们在战争里面 常常会被凯达格兰人突击 他们特别称凯达格兰人叫什么呢 叫做皮肤像西班牙人一样白的魔鬼 你想见凯达格兰人的皮肤是很白的 我终于在这里看到了 所以他跟我们想象中原住民族 像比如说阿美族人又不同 当然台湾原住民族里面皮肤比较白的 像比如说泰亚族 就是比较鲜明的 那像阿美族或者像台湾族 他们又不一样 所以凯达格兰人被称为皮肤像西班牙人 一样白的魔鬼 你就可以想见西班牙人对他们的紧张 那有一个西班牙神父 在1632年打过一个报告 他说格玛兰 他们当时写格子兰 其实就是格玛兰 至少有40个大的 而且良好的春色 就是那个村子 适合建立要塞 他在那里建立要塞 一方面要是荷兰人不能来占领这里 因为荷兰人已经知道 这里有许多金子跟银子 以及丰富的食物米 肘兽和鱼类 当然我们还要阻止 这个社的社民外出 向港口附近的居民 进行海盗式的劫掠跟谋杀 他说他们会出来割取 林子和淡水社民的头颅 这是1632年的时候 已经到了17世纪 1632年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两边关系 是紧张的 也就是格玛兰族没有被西班牙人 所完全屈服 还有很多春色是不服气的 那么在记载里面 曾经记载说 1632年有一艘三板在礼拜日 就是他们做礼拜的礼拜日 前往玛尼拉 船中有50个西班牙人 汉人生意人 日本人在刀口下上升 然后西班牙人为了惩罚他们 派了30个士兵 还有许多的其他的 卡卡亚 应该是台湾的原住民族中间的一支 去前往惩罚 烧毁了七个小村庄 杀死十几二十个他们的人 那我要特别讲的是说 西班牙人讲的这种所谓的 船上载了西班牙人 跟汉人生意人 代表那个时候的一个 台湾社会的生存情境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的台湾 是作为日本人跟福建 做交易的中转站 而很有意思的是 西班牙人称汉人 并不是叫什么中国人 福建人 他们叫他生意人 我就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 因为福建人 以及自称中国人 是很近代二十世纪的事情 而那个时候 汉人在马尼拉 碰到西班牙人的时候 他问他是哪里人 他们说自己是 生理人 做生理人 所以在西班牙的记载里面 他不是写圣义人 他是用像他们的音译 一般的写的 生理人 生理就是生理人 做生理人 所以 其实西班牙跟福建 跟这些做生意的 确实是有很深的交往 可是他们对于凯达格兰族 还是感到害怕 可是西班牙人最重要的 开头要讲的就是 他们还是在找金子跟银子 这是他们大航海的目的 而台湾光靠陆皮 这些贸易 根本不足以维持 他们在这里建立据点 花那么多的钱 然后养这么多的军队的人 在这里要付薪水 所以这些薪水 如果光靠这种 什么陆皮的贸易是不够的 一定要找到银光 因此他们就到处去找 那早期的记载里面呢 汉人曾经跟凯达格兰人 有过沉默交易 什么沉默交易 就是说 我带着物品过来 然后双边讲好了之后 到了一个地点 但是那两边没有见面 他就把 比如说汉主就来了之后 把他的衣服啊 布料就一包 然后放在那里 然后凯达格兰人 他们他就走开了 那凯达格兰人 远远看着 然后再走过来 走过来之后 把金子 放在金子的一个小篮子 在记载里面 是放金子的 像纸片一样 那种金子的小篮子 放在旁边 然后呢 就把那些衣物啊 东西拿走了 两边没有讲一句话 所以被称为 沉默的交易 西班牙记载过这样的 他也记载过一个叫 帕提巴的一个地方呢 说那里有金矿 银矿 可是没有人知道在哪里 所以 西班牙人拼命 要找的金子里面呢 只有一个传说的名字 叫多罗曼 多罗曼的地方 他说有很丰富的矿产 而且呢 这些村舍呢 的人从这个地方呢 得到矿物 就是金子 拿那个金子 来跟生意人 来交易他们喜欢的 玛瑙拉宝石等等 那里有一座山 在日出的时候 十分的耀眼 明亮 令人无法直视 所以人们就猜测 那里是水晶或者银矿 可是那座山在哪里 没有人找到过 西班牙人拼命想找 就是不知道 就找不到 他想要找人去问 但是那些人 看到他们来就害怕 就躲入深山里面 他也问不出所以然 那听说有一个 西班牙的长官 曾经看见过 23克拉的金子 也算是比较重 那当地人讲的巴塞语 就是在北部住的一个 凯达格兰族的一个族群 叫巴塞的 可是他也找不到 怎么进入到内山去 曾经有人告诉他说 在后山 在花莲台东 他还是找不到 幸好都没有找到 如果找到 后来的那个金瓜石的金矿的话 不晓得都挖成什么样子 那如果真的找到的话 说真的凯达格兰人 会变成全部变成矿工 变成在那里被他们奴隶的奴工 那就是真的进入一个 更悲惨的时期 那么到了西班牙人离开之后 荷兰在1643年 统治了北台湾 很有趣 他在这里抓到了一个日本人 这个日本人叫做 洗左卫门 欢喜的洗 左边的左 保卫的卫 门房的门 洗左卫门 这个日本人 日本人呢 已经在台湾流浪了三十几年 他被带到荷兰长官面前 他公称说 他是一个京都人 这个京都人呢 流浪到了越南 从越南那里做生意 搭了船 然后从广南出发 那船就开到基隆附近 破损搁浅了 船上有一百多个乘客都溺毙了 其他人被当地的人所杀掉 他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 就在金包里跟妇人结婚了 跟一个凯达格兰族的妇人结婚 金包里就是现在的金山 就是金山 就是靠海边那边 他们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可是他就一起停下来 就三十年了 他被抓到的时候 已经六十二岁了 这个日本人洗左卫门 老了 他也知道自己永远回不去日本了 所以对荷兰长官问他什么 他就很老实地说 他知道回去日本在野家里没有人 那长官问他说 你知不知道这里 台湾有哪里生产金子 你有没有在这边看到过 他回答说在海岸边 有听到过 可能就在海岸边 但是不知道有金矿 或者矿坑 他说 听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只要航行一天 就可以到达一个叫多罗满的地方 但是呢 你要到达那里 船只要够大才行 那陆路能不能到达那走路上的 他说 很难很难 他曾经到过多罗满五次到六次 可是 他 不知道怎么去 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 他就是一个老人讲不清楚的 是的 可是一听到这种话呢 哇 我和他眼睛都亮 说 那个金子长得什么形状呢 是三金就是一块一块的 还是砂金 就是像砂子一样的 还是他们融成的板块 是变成一块板子 金的板子这样子 还是什么其他形状 其实我问你们说 我只有看过砂金啊 还有打得薄薄的 跟纸一样的金片子 那可是多罗满那里的在地人 从来都不跟汉人交易 而是由金包里 就金山这里的人 沿着海岸 跟汉族交易 那金包里的人呢 会带着什么 带着腌制的鱼 因为 凯达格兰族的人 他们没有腌制的鱼类 他们不会补鱼 所以就带着腌制的这些食物 比如说青菜啊 等等的鱼类 或者印花布啊 酱油啊 铜制的手环等等 就跟他们交易 而且呢 有意思的是 那些多罗满的人 也知道金子跟铜的差别 因为铜在火里面 会立刻变成黑色 而金子就算烧15次 也不会变色 虽然荷兰人一再的逼问 但是这个日本浪人 终究没有说出 那个金矿跟金子 或者沙子 怎么从河流里面 沙金是怎么被洗出来的 其实这个 坦白讲 这个习所未门的说法 也够清楚的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出现的铜金热 就19世纪 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看到 麦坎纳淘金记 或者美国淘金记的那些 大开发里面 他们到河边去淘金 去洗沙子 沙金对不对 那沙金就可以从 河流里面去淘洗出来 然后再慢慢往上挖 最后找到金山的所在 可是这个时候 你跟荷兰人说 他沙子在河流里面 没有人会想得到的 所以荷兰人终究没有 找到这样的一个地点在哪里 即使他拼命的打听 那个习所未门也只会说 没有用了 他们那些撞钉 一听到枪炮声很怕 就跑到马林 找不到了 就这样子 这个秘密被保守了下来 那么到了清朝时期 有一个第一任的侏罗县的 一个县令叫 祭祁光的 季节的祭 麒麟的祁 光亮的光 在1684年写的台湾杂志上面 记载 非常有趣 他说金山 就现在金山 在基隆山朝溪的后山 就是有产金的那个山 基隆山朝溪后山 土产金 有大如拳头者 有长如池者 就长得像一条池 那么长 他说 翻人拾金在手 就是 原著民族 把金子拾在手上 折了雷鸣于上 就天空 哇 大雷了 弃之极之 你丢掉之后 雷鸣就停了 小者 就是很小的金子 也兼或有取出的 在山下水中 在山的山脚下的水中 杀尽碎如蟹 杀尽碎得像穴穴一样 可是 他指的在哪里呢 其实 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 他只是做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记录 后来人们就考证说 基隆其实就是 现在的基隆 而三朝溪指的是 现在 三雕岭的附近 就是九份的南方 在武丹山那一带 那有趣的是说 他十金在手 则雷鸣于上 弃之极之 这是不是像神话一样 去保护了金矿呢 对不对 所以啊 我说历史真的是 给凯达格兰主义 是算幸运吧 也给台湾是一次幸运的 把这个秘密保守了下来 否则的话那种 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地方 然后要开始开发的时候 他所采取的残酷手段 那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整个的改变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真正的变化是到什么时候 其实到十九世纪末期的时候 你想象不到 秘密保守了两百多年 到十九世纪末期 第二波全球化了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第一波全球化 就是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整个世界开始的一个 世界经济体系建立的时代 第二波全球化是什么 张岸在理论上是指说 蒸汽机发明了 然后全世界开始了 新的产业革命 那航海技术也改变了 所有的船 不再是风帆船 而改变成为是蒸汽船 蒸汽船要燃煤 所以煤矿的需要量 就大量的增加了 本地特别是在北部 像现在我们知道 瑞芳 基隆都有产美 而且质地非常优良 就成为许多列强在 寄予的所在地 而且呢 基隆和台北这边附近 就靠近大陆的南方 所以如果能够把它站下来 当据点的话 当成蒸汽船的补给点的话 那不是很优良的港口 所以列强都在寄予 因此包括了英国 法国 美国 我都曾经派人来这里 探勘煤矿想要知道 那1840年鸦片战争 刚开始的时候 英国就曾经来攻打台湾 为什么他要占据台湾当港口 变成他的据点 补给他的蒸汽船 以这个为基点 他就可以对大陆的中国南方 发动所有的不同的战争 对各地发动战争 特别是从江浙到广东 都可以发动战争 他只要在这里补给就好 那么到了后来1884年 清法战争也一样 法国也来打台湾 那清朝就开始注意到说 哇 台湾很重要了 因此呢 准备来建设台湾 为了建设台湾 他特别派了巡抚刘明船 到台北 然后来组铁路 要从台北建筑到基隆的铁路 那这条铁路在建筑的过程中 居然变成了重新发现金矿的起点 你看多么神奇 那至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它是怎么样发现的呢 我们下一个段落再来谈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杜 我们刚刚讲到说 刘明船到台湾开始建铁路 那么这条铁路呢 是从基隆连接到台北 台北到基隆之间又盛产煤矿 所以这条铁路是非常有用的 更重要的是把煤运到基隆 供军舰和商船来使用 但是问题是要建铁路 谁会建呢 中国有这样的工人吗 那么更重要的是 你在建铁路的过程中 很多细致的那些铺设等等 需要有人去指挥 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去大陆的广东和福建 招募工人 这个时候恰恰好 美国已经完成了 他的太平洋铁路 美国在修太平洋铁路的时候 从中国争了很多华工 用很便宜的价格 争了很多华工 所以这边华工在太平洋铁路 完成之后就失业了 于是回到中国的时候 就被招募起来来到台湾 凭着他们的经验 继续在台湾建铁路 那很有意思的是 华工在美国 他在开太平洋铁路的时候 看到美国人的掏金梦 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是没有能够 完成那个掏到真正掏到金子 完成掏金梦 顶多他们就是作为一个工人而已 可是这一次呢 他们就在台湾见识到了 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美国的时候 看过人家怎么掏金的 怎么在河流里面掏金的 我们都知道清朝后期来台湾 耕作的人都是农民 所以他去只会耕作土地 在农地上耕作去种茶叶 种等等这样的一种 是一种农民的思维方式 他从来没有想象到 河流里面金光闪闪的会是金子 还有这个金子怎么掏洗出来 结果呢 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从发现的这一年开始 这一年是1891年 我们想想从西班牙在1632年 就一直找金子找金子 找不到到现在 250多年的时光 居然都没有找到 把这个秘密隐藏了下来 可是却是一个广东的工人 回来把这个秘密给揭发出来了 而所有怀着陶琴梦的人 聚集到这个河流来 跳到河里面去掏金 据说当时聚集了至少有三四千个人 三四千个人 而清朝也很妙 他并不是说你必须有 具有什么样的身份 什么样的资格 才能够去掏金 而是你聚烦要下去掏金的人 就收你15钱的钱 你只要收了15钱之后 交了你就可以下去掏金 掏得到是你的 掏不到你15钱就等于是交给政府了 清朝居然是这样管理的 这么微妙 这些掏金梦的人 就沿着那个河流 一直往上掏 那你越是流到下游的话 上面的人可能已经掏走了 所以越来就开始 越往上游一直掏上去了 于是慢慢的慢慢的 就慢慢的越来越接近 那个金矿的埋藏的山脉了 可是当然大家都还没有挖矿的能力 也没有挖矿的权利 当然更没有挖金矿的资力 以及经验设备 就这样子 大家还在那里掏呀掏的 可是很快的到了1895年 日本来了之后 事情就改变了 怎么改变呢 因为日本刚到的时候 日本还没有管理 日本还只是说 我把你们要下河流去掏金的人 那收的费用可能原来收15钱 现在收到30钱 把那个钱金额提高了 可是还是放任着 后来发现不对啊 你这样掏金代表山上是有金矿的 因此日本人决定把 所有的河流上面掏金的人 全部封锁下来 全部那整矿金山的 全部收归国有 于是金瓜石九份这附近的 煤矿金矿就全部收归国有 由日本人来统一管理 由他们的公司来管理 那么所有金山里面的这些金矿 就从时候进入了 组织化的系统化的 工业化的开展 因此 整个凯达格兰族 守了几百年的秘密 就这样揭开了 有时候我都会想说 这样的秘密居然能够守住了 那是历史的误会 预言的隔阂 文明的误解 还是什么原因呢 而凯达格兰族 从来都没有为这个秘密 留下任何口信任何一个 他们要守秘密的这种讯息 这多么有意思 当然这一片金山 这一片矿卖的所在 现在已经没有了 已经都采光了 被日本人几乎掏空了 一样的挖光了 我记得我在1981年 大概40年前了 去那里做采访的时候 我因为想要去采访 矿坑的矿工 怎么在矿坑里面爬行 怎么去采矿的 所以跟着他们下了矿 那矿里面其实 真正的每一层 已经很少了 每一层已经很少了 只能够在那个身后的土层之中 看到黑色的一个 薄薄的煤层而已 而矿工就在那个矿坑里面 像老鼠一样爬进去 然后整个人 趴在地上 要用两手这样扶扶前进 那扶扶前进不打紧 更重要的是山壁会滑 你开的那个矿倒是会滑 因为煤矿的矿脉是斜的 所以当它斜斜的从山上 斜斜的下来的时候 你要顺着那个矿脉挖上去 挖上去之后才能够 把那个煤矿挖下来 不至于都是挖到土 因此很多矿脉是斜斜的 从这里斜出去 或者说从那边斜过来的 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 人去挖矿脉 同样的挖金子也是在这种情况底下 那我记得那一次去采访的时候 我在矿坑的外面 看到远远的山坡上 有一辆卡车开过去 那卡车上面栽满了黄土 栽满了黄土 那个黄土呢 你看起来就觉得 这个运这些土是要出去干嘛 于是我问了当地的人 他说你不知道啊 那个是金瓜石的金子 他说卖脑啊 就是一车土 他说那一车土 大概可以提炼出来二两的黄金 哇我真的是不敢置信 为什么 因为你从山上挖一大车的土 就为了二两的黄金 你对生态的破坏是多大呢 你即使能够提炼出那么一点点 值得吗 你花那么大的工业的成本 去提炼二两的黄金值得吗 可是那时候的矿脉 已经是剩下这样了 所以整个大历史 就这样被尘埋下来了 因此我在追溯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我对于凯达格兰人 消失在历史里面 以及他们所曾经保守的金脉 矿脉 这样的秘密 以及他们的传说 都被淹没不脏了 多么可惜啊 可是他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歌声 我们曾经遭遇过的共同的历史 因此我们在台湾 生活在北台湾的人 要特别去 去罪念 去怀着温情 去记忆这一段历史 因为那就是我们 共同生活过的这一块土地上 所曾经拥有的共同记忆 拥有过的歌声 那就是凯达格兰人 所留给台湾的生命故事 当然他不是只有凯达格兰人 而是很多台湾原住民的共同的遭遇 当十六十七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时候 当全球化开始的时候 整个历史其实就改变了 因为台湾在大历史的位置已经改变 好 那我们等到下个段落再继续谈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杜 我们讲完了凯达格兰人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从他们的故事 我们会逐步地触及到东亚史 很重要的一环 那就是欧洲的大安海时代开始的时候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到东亚来的时候 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这段历史呢 在西方的记载里面 都被宣扬为是世界文明的开始 或者说是全球化的开端 那至于从经济的角度讲是 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建立的阶段 也就是把世界的定期体系建立起来 那好像是因为欧洲的来临 于是文明就来到东亚 可是如果我们从东亚的角度 也就是我们活在东亚人的角度来讲 历史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能不能像 有一个拉丁美洲的作家 叫加莱亚诺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那书里面呢 他写到说西班牙 葡萄牙这些殖民帝国进去之后 对于中南美洲的矿产 对于当地的人民 不断的像吸血一样的压榨他们 剥削他们 把他们的资源全部吸干了 而所有的富裕 最后都荣养了欧洲 让欧洲有那些古老的承包 有那些富裕的社会 有那么丰富的资源 丰沛的城市建设 建设的那么繁荣 欧洲的繁荣就是建立在 拉丁美洲的贫困上面 因为他是吸血的 所以他称之为那些殖民者 叫做拉丁美洲 切开他们的血管 对他们吸血 那他曾经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 他说呢 欧洲人总是喜欢讲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好像美洲的历史 是因为哥伦布来了才开始 但事实上 美洲的历史早就存在啊 难道美洲的印第安人 不曾存在吗 难道中南美洲的原住民族 不曾存在吗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历史早已存在 甚至于玛雅文明 也曾经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 因此他非常不平地这样子讲说 美洲的历史必须由美洲人 重新来书写 同样的东亚的历史 是不是也应该由东亚人 重新书写呢 坦白讲 东亚的历史一直被扭曲 扭曲成为东亚是落后的 保守的 甚至于像西班牙所记载的 说凯塔格兰 像是皮肤长得像西班牙人 一样的白色的魔鬼 问题是你来侵略他们 他们来抵抗你有错吗 所以在他们的污名化底下 好像东亚的人也学着 用欧洲人的眼光来看自己 于是觉得自己落后了 觉得自己是封建的 是古老的 是破败的 是需要被拯救的 是一个没有改造过 就会腐败直到没落下去的文明 可是事实并非这样子 还好的是随着 东亚国际地位的慢慢提升 整个就慢慢改变过来了 有关于东亚史跟15到17世纪 全球化开始的那时候的 那个时期的研究呢 在最近都开始了 因此当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开始讲台湾史的时候 我在心中给自己一个 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我一定要从东亚的 自己的观点来谈台湾的历史 而不是从欧洲人的观点 特别是呢 你知道吗 在无论在台湾 中国大陆 或者韩国日本 都有新一波的研究热潮 那么这是从20世纪 90年代 东亚经济圈开始崛起的时候 就已经有影响了 那么90年代 当然它的研究是偏重在经济面的 1990年代时候 比如说日本第一 亚洲四小龙 四小虎 亚洲经济奇迹 儒家经济圈 等等的 他在研究亚洲经济 可是20世纪 现在就不一样了 20世纪这一波研究 东亚的热潮才发现 东亚已经真的在崛起了 而这个崛起在开始说 那过去的东亚 难道就是 像以前所认为的 那么落后吗 所以这一次的研究热潮 比较深刻 比较广阔的去挖掘 造起全球化的时代 以东亚自己为主体的历史 特别是 它跟欧洲文明 在首度碰撞的时候 到底它的真实面貌是怎么样 我们能不能有 东亚自己的观点 来看待自己的历史 去打开不一样的研究方向 所以我后来再找到 那个曹永和院士 曾经写过一个很重要的一段文字 他在中国海洋史画里面 对这段历史有很清晰的提点 他说明代欧洲国家东来的时候 由于东西双方的差距很有限 所以对东方并未像后代所认为的 造成很大的影响跟冲击 反过来说在明代东西方教会的时候 欧洲人从东方受到不少的影响 根据当时在各地布教的 天主教传教士的报告中 显示了他们对亚洲各地高度的文明 繁荣的社会跟精巧的公益 无不十分的惊讶 所以对这个时期的西方东建 有许多人认为 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 即使不然 这是19世纪以后 欧洲人所养成的优越感 及亚洲人的自卑感 所造成的 很有意思吧 就是说 如果我们更清楚地 去凝视这段历史的话 那就知道说 历史并非如欧洲人所这样讲的 而是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了 更确切的来讲 就是说 19世纪以后 东亚就失去了话语权 历史解释权 那一切的学术研究 讨论 价值判断 都是被欧美所载制的 那东亚国家就变成是一个 不文明人 痴人的黑暗国度 当然日本是唯一不同的 因为甲午战争以后 日本是变成亚洲侵略的国家 他殖民的韩国 台湾又侵略中国 所以 日本是唯一标局的 大东亚共农权 想要拯救亚洲的 他是亚洲的主宰者 跟救赎者 要准备跟西方的帝国主义对转 就是对抗 可是当然这个殖民帝国 换成了日本当帝国主义者而已 在价值判断上 其实他对东亚没有什么帮助 可是到了二战以后 美国变成亚洲新的主宰者 特别是在冷战两个体制的对立地下 美国建构了一个围堵的防线 这个围堵防线 从韩国 日本 琉球 一路延伸到菲律宾 越南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对不对 所以整个欧洲国家 在十六十七世纪所建构的这些殖民地 这些殖民地 表面上虽然在二战之后独立了 可是最后全部现在由美国在掌控 所以曹永和所讲的说 欧洲人养成的优越感 跟亚洲人的自卑感 还是由美国人在继承 话语权依然在欧美的手中 所以直到1980年代 日本崛起 90年代 亚洲四小龙 以及20世纪 21世纪 中国开始崛起之后 这整个话语权才开始改变 欧洲中心主义才开始改变 所以 特别要讲的是中国大陆的崛起 那个巨大的体量的生产力跟消费力 让世界很惊讶 尤其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中国在世界经济重建上面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而亚洲对于金融海啸之后的重建 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应该说整个东亚的重新凝世 重新崛起 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那我要想要讲的就是说 从我的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在欧洲国家来之前 东亚各国之间 早就有非常繁荣的贸易 非常繁荣的经济生活 有非常繁盛的物质文明 他们有不同的语言 宗教信仰生活习俗 而且呢 很有意思的 东亚各国之间的政权之间 虽然有内部的权力交替 有内部的革命 内乱政变等等的 可是呢 在信仰经济贸易等等 各方面呢 还是没有发生到 国与国之间的并吞 大部分都是各自在发展 所以像日本在战国时代 他也正是明朝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而那个时候 伊斯兰教的国家也正在扩张 而印度的佛教 也正在被婆罗门教所取代 那马六甲的贸易呢 因为国际局势不稳 所以经济活动减少 可是这整个地区的活动 都是非常的繁荣的 而且是一个制成一体的文明 所以东亚国家的这种交汇 整个历史必须重新看过 我就是想要从这样的观点 我们重新来看台湾的历史 当我们讲完了凯达格兰组之后 我们要开始讲大航海时代 欧洲国家东来 对于东亚文明的影响 而这个影响呢 我们会从更大的视野看下来 当我们看回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真正看清楚 台湾在这整个国际大局中的角色 以及它的位置 当然我们看历史 不是为了看过去 而是为了看向未来 我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探讨里面 能够让我们把未来看得更清楚 而且呢 看清楚未来是使得我们的心更安静 然后拟定一个更有智慧的政策 去对应未来的变局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你 其实我们在接下来的探论